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11月平均杨辉售价已经大幅回升至每吨275令吉 这估计能够让杨辉生产商转价近期飙升的煤炭原料成本 此外煤炭价格似乎已经见顶并在此呈下降的趋势 新业同胞研究认为随着产量和赚幅反弹 第二季可能实现收支平衡 明年下半年将有强劲表现 银档加上调2023财政年盈利预测23% 维持三令吉轻时线的目标价建议买入 维持三令吉软宿的目标价生地